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1日 已經是星期四了 要跟大家說一下 大陸今年就開二十大 二十大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沒有接班人出現 為什麼 因為上一次十九大 習近平 是沒有公佈誰是接班人 所以二十大 顧名思義就是沒有接班人 外面的理解就是他要繼續做下去 所以就沒有接班人 反正也沒有人接班人 免得像林彪那樣 他算死得了 穆澤東接什麼班呢 當時 第一個接班人叫劉少奇 誰知道劉少奇 打倒了 六九年就死了 第二個接班人叫林彪 林彪七一年就死了 之後 有接班人說國鋒 後期改的 誰知道上台沒多久被人打倒了 沒有死了 這個就是下台而已 那麼 究竟香港又有沒有接班人呢 有 香港 這次出現了 四個特首接班人 不過 四個裏面 只有一個 是具備條件的 為什麼有四個呢 要跟大家說不說這個新聞 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記得 今個月 月美31日 是星期三來的 831 倫敦831站會 就在Parlament Square 即是西敏寺外面的 對面的公園 顧名思義 Parlament Square 即是國會議員的廣場 所以 我們也請到袁爸爸來做一個演講 在Parlament Square 講香港Parliament 講香港議會 希望大家到時多多支持 放了工就可以來支持 這個新聞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特首接班人出現了 四個軍裝藍警 分別透過交友App 認識一個15歲的女學生 鮮嚴和女童性交和VCIS女童 今年3月被捕 四個動作 那不是吧 厲害 警方調查之後和徵傷法律意見 以控告其中三個有關罪名 案件將於星期四 即是今天 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至於另一個涉案警員則無條件釋放 但是會繼續 停職 以至受警方的內部紀律 覆檢 這個 就是未來特首的接班人 為什麼 大家都說十一 無所謂啦 不是找回這些找誰 案中四個軍裝的年齡介乎26到27歲 分別隸屬荃灣警署和觀塘警署 他們 在今年3月15日被捕 涉嫌同一個案發時候得15歲的女童發生性行為 其中一個被捕人亦涉嫌非禮 另一個被捕人則同時涉嫌刑事恐嚇 案中的受害15歲中學女學生 在去年尾透過社交程式 Hey Mandy Hey Mandy 匿名交友 在不同的時段 私後逆識四個被捕人 並與其中幾人發生性行為 四名涉嫌警員被捕後已遭停職後查 15歲真是啵啵啵啵 跟李家超 也挺相似 李家超再早一點 所以我說 其實現在的套路有路足 我們好像倒馬一樣 除了看那隻馬的場地性能 適應的圖程 例如跑六花洞 短途馬 例如有些英愛馬 愛爾蘭馬 通常是磁熟的 那些可能要跑長一點 跑一里 甚至乎跑一里半 有些是泥地馬來的 不是很適合跑草地的 就要跑泥地 所以不同的馬匹要跑不同的場地 有些特線就彎金路窄 泥魚快活谷 有些就不可以了 要全闊的跑道才行 有些A跑道才能跑得到 這次我們看到四個 都是軍裝警員 而這女兒15歲的小女兒 專挑警察埋手 全部都是年輕力壯26、27歲 警方調查之後就決定起訴三個 其中一個27歲被捕男子已經被控兩項 向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作出嚴重猥褻罪 一項煽惑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 與他 或向他作出嚴重猥褻罩作為 罪及一項與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 非法性交罪 不敢寫 免得黃標 最近很多黃標 其中一個26歲被捕的男子 已經被控一項企圖與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非法性交罪 以及一項製造兒童式情物品 另一個26歲被捕男子 已被控兩項在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作出嚴重猥褻罪 很煩啊 等於罪名 製造兒童式情物品也有他的份 其中一個27歲被捕男子 經過調查之後 精神法律意見 已經獲無條件釋放 但警方會繼續將他停職 以接受警方的內部紀律覆檢 警方強調 非常重視警員的操守 任何人干犯違法行為 警隊絕不容忍和鼓食 必定嚴正處理 這件事反而我覺得有點內情 為甚麼一個不告呢 這個是不是覺得他的案子好像李家超 現在警察或警隊裏面 在這裏 買定 落定住 你看這些英雄出少年27歲 跟當年的特首李家超有得比 當年李家超也是二十幾歲的 21歲就搞大你的肚子了 這個也是27歲而已 還有 15歲也未夠生兒子 他生兒子的年齡應該是13至14歲左右 所以 根據這個我們 看看這個往績 這個 沒有被控的警員 絕對有可能就是現在警方 會在他身上 投注 就作為 買他將為有機會做特首 現在提早落注 這個 也是可能他們 其中一個警察的 升遷方式 看中哪些人 有機會做特首的 提早 就對他們好一點 例如現在 不告他 他們 慢慢再發展的時候 就有機會做特首 香港特首也是這樣做回來的 大家 不說不知 以前很多人都覺得 苏十一 未成年少女有這些行為 不對 其實 真的是 不對 不過 時間 是可以衝採一切 50年之後 被搞大那個老妹 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 那就不覺得吧 大家走出來 差不多 好啦 我們再看看中國 現在人們都這樣說中國問題 經常說要愛國愛港 那什麼叫愛國呢 走回以往古代 由西漢開始以來 其實當時的結婚年齡也是十幾歲 十幾歲就結婚生兒子了 最小 十歲而已 大家知道嗎 當時陳后主的老婆只有十歲而已 所以 這個年齡其實不是最大問題來的 我覺得如果根據中國自古以來的說法 其實十幾歲都可以全部娶當老婆了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叫做 徐文帝 楊堅 他當時結婚的時候 他十四歲 他老婆十二歲 他老婆很出名的 叫做獨孤家羅 大家有看大陸電視劇就應該知道了 獨孤是很出名的 一門幾傑同時嫁 北齊 北周的皇帝 同時嫁給北齊和北周的皇帝 然後還嫁給徐朝皇帝 而且他們的後人 其中一個 還是唐太宗李世民 這個獨孤家是不是很厲害 你哥哥十幾歲就嫁出去啦 所以 要讀一下歷史 有時 衰十一也不是一個很大的罪名 而且在香港地 還可以做特首 我們認為香港的根本性的結構出現了變化 以後 不少也有少少黑材料掌握在中方手上 才會夠膽用你的嘛 所以 李家超有這個黑材料在人家手上 雖然現在一個人不斷說他 但是 對李家超不痛不癢 香港已經沒有媒體了 沒有人會追問這個下落 到底你太太當年多少歲 可不可以騷擾他身份證的日期 可以騷擾他 可以騷擾他 你的樣子就不要騷擾了 起碼別人認得你 要不然就給人家假身份證 什麼時候出生啊 別人想知道嘛 你什麼時候生你的兒子 你生你的兒子的時候 夠不夠十四歲啊 其實問題不大 這次 這四個衰十一 有一個也不告 可想而知 本身四個具備做特首的人 有一個不告 而這個 估計 就是脫命而出 有機會將來 做接班人 香港 要用這種方法去接班 其實 我們 以往也沒有想過 不過 沒辦法了 現在 對於這種人 雖十一 或是影群底 或是偷野的警察 其實他們 才是 香港的主人 現在是他們作主的 是不是 所以 通常都要包容一點 要鬆手一點 因為他們是主人嘛 主人大了 還炸槍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